大家好,我是Lokin 由矽谷银行倒闭之后 开始引发越来越多 美国的小型银行 被市场揣测是会有倒闭风险 市场的说法现在将矛头指向联储局 直至因为过分加息 令到银行持有的债券价格暴跌 资产减值损失造成一个资金周转出现的问题 送贷为了风险急速上升 导致多间小型银行股价一个跳水式的下跌 过去两天联储局召开一个紧急会议 市场现在较多人倾向是认为 联储局在今个月的FOMC里的取态是偏重夹派 即是不会大幅加息 甚至会考虑减息的问题 对于加息与发的问题 我仍然维持着上年提出的说法 就是今年联储局最终用加息到8-9厘 在正式今集之前 我希望如果还没曾看这两集 分别是关于高息资产和上一集的SVB的话 你应该是先去看完之后再回来看 我认为今天很多人有个错误观念 就是只要你有错 我就一定要去救你这种想法 觉得联储局不想看到有风险和危机发生 但其实有没有思考过 造成今天这个局面 就是联储局和市场大部分有这种错误认知的人 虽然今天市场有不少人是经历过 8-7、9-7、0-8的股灾 但经历过的人 有多少个是会真正的告诉你 危机到底是什么呢 1987就不好意思了 我在年龄上未曾不让我感受到 但9-7和0-8年就是我深深地感受过 SVB也好 还是First Republic Bank也好 他们实际上都是在行业里面的其中一间企业 即是这个行业文称叫做银行业 企业出现问题而倒闭 无论什么都消除到这个风险 这个叫做系统性风险 和系统风险是不同的 系统风险是指当整个结构系统出现失效 或者出现整个系统造成的倒闭风险 而其中的要素是出现一些特殊事件 导致情况不断暗发而最终出现灾难性结果呢 我觉得大家应该分清楚 到底今天的真正问题是什么 我们要面对的是资产价格过分膨胀 导致触及泡沫包图带来的实体经济破坏 而这是一个真正的系统风险 联储局和各国的央控加息和收紧货币政策 目的不是要引发金融危机 而是因为本身已经存在着泡沫爆破 所以要实行对应的措施 每次都给予市场一个好的预期 结果问题就变得越来越大 我想反问一下 为什么宽松的政策就可以 但紧缩政策就是一个错误呢 就是因为市场习惯翻来将后 低息环境是必然的吗 统统都不是 只要你在读书时有读过数学 经济或任何一个理科 一定有涉及周期是什么 就是有低谷同样有顶部的最高位 其实我们现在连最高位都不是 因为已经见过顶部 现在是由顶部向下 因为全球货币宽松带来的牛市上升 整整都有12年 难道12年的牛市 能够只用一两年时间的下跌 就能够消化 如果能够的话 为什么今天全球的通组仍然是高期呢 现在联储国只是刚刚开始推动市场 进入加息周期 紧缩货币政策也只是刚刚实行了第10个月 到底怎样才算是解决通组问题呢 就是最少要物价不升反电 一直上升其实都只是减慢了问题的爆发速度 并不是解决了问题 放水一定会比收水容易 因为随便在电脑的数字 尾数上加个零钱就会面试 出去要收回来就很难的 就算你要借钱给人 不只要你袋里面有钱的话 要用你的袋去拿钱给人 不难的 但当你要去收回你借出去的钱就很难了 因为人家要还钱 要人家的袋里面去拿钱出来 就会产生很多不确定性 例如那个人是不是真的没钱 没办法还给你呢 又或者他本来就是骗你没带算还的 这些都是你要承担的风险 回归到现实上 在面对联储局要达到通胀降至2%的目标 以及经济实体的泡沫爆破 他会选择哪一个呢 我认为他最终会选择把通胀降至2% 原因是很简单的 我就用一个简单的比喻 发生了一场车祸里面 两个司机一个被撞到血肉模糊 即是见到头部 另一个是四肢健全 但是头部重瘡 如果医生只能够两个救一个 你觉得会救哪一个呢 正常来说都是救后者的 因为第一个的生存记录已经很低了 如果花时间去救他 后者亦有机会失救而死 如果救后者 以现今的医学技术 至少他的生存记录是较大 现在联储局正正处于一个两难的问题 不过不理解的人 都是会站在一个道德高地 只是联储局应该两个都要救 这个就是市场的道德广架 情绪勒索是没办法影响结局的 参照美股市场 今天的美股仍然处于近历史的高位水平 要令物价售空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推爆金融泡沫 令支撑价格下跌 通胀会因为市场对投资环境失去重心 出现各种套现潮 加上联储局的退市收紧措施 将本应不属于市场的过程资金收回来 达至最有效的压抑通胀 至于一般人来说 是不可能有一个完美救市又救经济的方案 在两者取其轻轻的方法就是不要指望有其他人能够救你 要寻求自救的方法 为何我会在去年叫大家一定要持有实物黄金 为何我叫大家要持有约缸金额的美元现抄 而不是存在银行呢 今天开始陆续出现市场什么银行倒闭 明天又会存在哪间公司有资金压力 至少当问题爆发 你也不会处于一个最坏的情况 当然今天我能够见到的后续问题不仅那么少 甚至不仅那么简单 什么是97加058的金融合爆 关键不是在于它有多大破坏力 能够令到普世跌多少 而是你在这一场金融危机里能够承受多少损伤 每次都要等到金融危机来了才去找个方法 为何不考虑一下我所说的在问题来之前 已经准备好呢 我是Lokin 加油 我是Lokin 加油 !". 度胜充